《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未正式開始節目之前 先多謝兩位幫我們做首語的朋友 Bonnie和阿珊 暑假時議會或暫時政府 都沒有一些很大爭議性的政策出台 所以在暑假期間 大家都會關注到兩個重要議題 第一就是和國民教育有關的 國民及德育學學課程的諮詢文件 第二就是選舉的提報機制 當然這部分可能要等到9月 學校開學之後 可能都會另一個新的高潮 但暑假這段期間 這幾集的向左望 我想都是時候 都遷就社會上的一些現象 做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我想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其實最近有兩個議題 可能大家都會關注 看看今日的時間裏面 看看能否能夠說完兩個 還是可能在適當時間 再做一個跟進 第一個議題是詩圖華先生去世之後 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裏面 都有說到 其實詩圖華先生去世之前 其實都開始為自己身遲所做的事 都開始做一些歷史的紀錄 又或者可能是寫自己的自傳 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這個星期 其實陸陸續續都有一些報道 是說到關於詩圖華 其實在六七十年代 即是他的政治信仰 他的政治取向 又或者跟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我們節目裏面 其實之前都說到就是說 其實詩圖華在成立教協之前 其實都會跟這個共產黨 都有一些連繫 又或者其實 我們都有說到 詩圖華跟學友社之間的一些關係 當然其實這一期裏面 主要媒體都有說到就是說 詩圖華其實究竟他的政治信仰 或者他的政治信念 其實是否因為八九六四事件 而來一個U-turn的變化 還是我們之前其實都有一個分析 但這個分析也有可能有一些爭議 就是說其實會不會是 特定或者很固定的一個政治信仰 他純粹是一個 即是見到現在的情況 我就投靠一些政治信仰 然後就是因為一些政治的變化 令到他由原來的政治信仰 即是說由對共產主義 對共產黨那種嚮往 轉移是支持民主等等的 陳鋪 怎樣看 我覺得 當詩圖華差不多八十歲了 導演是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的 尤其是年輕一代很難去想像 或者了解他經歷的時代 其實剛才你說的所謂國民及德育教育的時候 其實如果回望過去的一百年 不要說多了 即是國民教育和德育教育怎樣教呢 在詩圓華身上就看到一個形子 即是說他是上一代 希望為社會做些事 亦都是藉著在共產黨的組織的外圍的力量 希望貢獻他自己力量的人 這種這樣的想法其實今天已經不多了 第一就是說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應該走某一種制度 或者是世界運行應該是怎樣運行的 當然不是說天體的運行 而是說社會的運行 而由於對舊的制度的極端不滿 而向往共產黨投身下去 希望透過共產黨的力量去找一個新社會 已經不多了 所以我們很難說用現在的目光去評論 即是過去的人 面對的社會環境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 情懷 或者是一些的 忠視 如果你看詩的話 現在仍然是一個謎 因為他是單方面說他發生了甚麼事 而亦都年代久遠 這亦都是一個問題 當然不能夠怪人 即不能夠深怪 在當時那段時期的每一個人 因為真的沒有成文的紀錄 因為那個活動是地下的 所以 其實都很好笑的 也都很可悲的 當詩奧華 用單方面的說詩去講話他過去的經歷的時候 真的不能查證 因為如果要查證的話 可能在共產黨的檔案裏面 共產黨的檔案裏面 一定有詩奧華 這個人的檔案 譬如說他參加學友社之前 到他在學石被踢走了 那一段時間 他基本上是參加了新民主署青年團 即是後來變成共青團的團體 共產黨一定有個紀錄 但他不會公開 是不能夠查證 到知道被人踢走了 跟著那一段 他跟共產黨的非正式往來 又是不能夠查的 所以寫這些歷史 或是去研究這些歷史的難處 就是 冥冥中其實有個人在 有一個很大的黑手 或是一個大哥哥在後面看著你 他就記錄你做甚麼 或是他是根據一些人的匯報 又根據他自己的想像去寫你的情報 就是這樣一回事 而思徒也都是 隨著試過境遷 那個 他自己的想法的不同 對當時的歷史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比較難 其實綜合來說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就是 他跟共產黨的一刀兩斷 應該是1989年之後開始 即是六四民民之後開始 中間有個軌跡就是 我一個節目也說過 他從來不會公開批評中共 有一個事情 其實剛才長毛都提過 就是究竟八九六四 就是司徒華跟中共斷裂 無論司徒華透過這個外國民主運動 正式向中共宣戰 可以這樣說 或者後來退出這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也好 即是那個坐委會也好 很大的程度上 我們都會見到就是 我們說 其實司徒華在當時八十年代 去到六四之前 在中共的心目中 其實第一 是一個頗有地位的人物 如果不是 為何當時找他和李柱銘 做當時其中兩個 基本法諮位之一 第二件事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 究竟司徒華跟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建基於司徒華 其實他對共產政權 對共產黨 對共產主義的那種嚮往 還是因為其實都是一種統治的因素 就是因為司徒華有教協 有那麼多教師 教工作者 就為會員的一個那麼大社會基礎 而成為共產黨的吸納 我覺得這也影響了 司徒華的一生人 就是他在學友社的被人掃地出門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學友社的創會的元老 因為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 某一個在學友社的領導人對他不滿 就要踢他出去 他在策略上可能跟那幫人有不同 當然這個中間的事是非非 我們共產黨就不知 但大致上肯定就是 就是蕭浩華是嘗試過被人掃地出門的 那種頹喪 所以他很注重組織的整固 很注重組織的控制 即凡是他弄傷的團體 他都很注重這件事 當然有時用這個所謂小團體組織的方法去解決 但你明白即使是最中派的組織 其實他都要有一個以色人態做基礎 其實蕭浩華提供的以色形態就是進步主義 愛國進步 差不多的事 即甚麼都要改良這個社會 當然他有一個超抽象的理念 即是要愛國 民主來說就若隱若現 八、九年之後就很清楚 要社會的資源分配比較公平 就是這樣一回事 但蕭浩華從來是不會很明確地表示 他要一個甚麼的社會制度 或者他是不是要改變現在這個社會制度 剛才蕭浩華提及過兩件事 如果我們嘗試去解讀師徒華本身 或者他領導組織背後的以色形態 剛才蕭浩華提及過所謂進步主義 我反而會想起教學本身 如果你說從一個教師運動 教師作為一個社會運動 或政治運動作為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會看回由七零年代到現在的教師 究竟在政治社會的地位 有沒有一個實質的提升 還是其實基本上教師在自身的專業 在政治地位方面 其實是不是都是相對在其他專業 都是比較偏低 所以其實是不是一個進步主義 其實都是一個 我自己個人認為 都會覺得有一個泉意在這裏 但問題是教育是每個社會都要去關顧的問題 我相信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 無論政府的投資有多大 其實都是公權力對教育這件事是有干預的 換言之他是非常之 凸顯到資源的分配 對社會的意識的灌輸 或者是對於知識的成全 在一個制度之下 應該怎樣運行 所以他既是一個 既是一個行業的運動 或者職業的運動 亦都是一個社會的運動 因為教育實際上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政府要用很多公帑才能夠維持到教育 所以在這一點上 你從這個角度來講 知悠華自己生前都說 龍輕重是福利、權益和參與社會 即是所謂龍輕重 兩間超市 龍輕重是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說的 他借了你用 其實都是很有趣的東西 如果你說龍當然不是太失敗 因為教協的會員應有盡有 差不多由你跟兒子去買尿片 導致如果把人釘一蓋 有醫生看、有中醫看 把人釘一蓋可能還有跟你跟兒子去買 有兩保險 這就非常成功 其實他所謂以商養運 當然教協不是一間做生意的機構 但他在超級市場或提供的其他服務 真是以商養運 即是他累積了一塊錢 一來就是令到教協的資產 或會務發展有資產 就是一個經濟基礎 第二就是要籠絡會員 所以你說農業 即是所謂搞福利 他算是成功 在這麼多個公會裏面 你說輕工業 即是權益 那就參半了 其實我覺得他是節節敗退 如果說社會運動 我也看不到教師作為一屆層 在香港的影響是非常清楚 即是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反過來說 如果你反過來說 不是呀 過去中共接收政權 教師在這個過程裏面 都不是表現太差 從這個角度來說 在其他的公會來說 又不像教協一樣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 政治取向和融資形態 相對來說 剛才徐莫分析到 如果你說比較那麼多 可能是一些比較中產 或是比較專業的一些 組織或是團體 譬如說教師、律師 或甚至說到一些知悅人士 當然其實教協相對而言 在整個社會 我們雲鼓去看他 在社會的參與相對 真的會比較多 如果我計算 譬如說可能甚至是寫公資 是的 當然你說對師徒的爭論 我想剛才除了我自己 跟大家說過關於一些 對師徒 即是師徒說 他自己的政治取向 或是政治取向 影響他那個 究竟他是靠面變 究竟是六四之前 他是跟中共比較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六四之後跟中共斷裂之外 其實最有趣的是 有新聞報導 就是有部分 跟師徒說 申前有關的檔案 是要過了二十年 才可能不會公開 在這裏 其實我真的不夠 覺得懷疑一件事 就是說 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師徒說 肯申請他意識到 有一些事 他不打算給後世人知道 而希望透過時間 沖淡了 對他的一些 都不是這樣 可能出於保護某些人 因為現在公開 可能某些人會受到牽連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師徒本身身時也沒有說 因為很多人寫了 會議錄或張某一些 他擁有的檔案 交給某一個機構的保管 例如哈佛大學圖書館 或者史丹福 我記得拓時機 我就交給史丹福大學圖書館 他都說明是 要到五十年後解封 原因不是有甚麼門 因為當時很多人還是生歐歐 而且可能在做一些很危險 或者是 他都不想因為 過去的事情被人知道 而引致到他有殺身之禍 或者會有麻煩 所以某程度上來說 可以說這些檔案的風傳 未必沒有理據大作 師徒根本沒有說 到底檔案是他自己的檔案 或是他自己的檔案 還是怎樣 他是檔案 可能是他自己的收藏 或是他自己記錄的一些資料 我想最主要都是透過媒體 知道一些相關的安排 當然其實思徒華本身 究竟會否很大程度上 他在身前希望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又或許可能某程度上就是 如果他是自己在身前 希望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後 成為一個香港民主運動的很重要的人物 當然某程度上 他的位置是沒有人去質疑 或者其實我們不會否定他在整個香港民主發展的位置 甚至有一些無論研究香港歷史 或者香港政治的一些學者 或者一些人 我們都不會否定他的貢獻 當然其實他的貢獻背後 究竟在思徒華本身 譬如我們在節目之前說過 思徒華的領導風格 或者對不同政治理念的人的態度 甚至其實之前亦都有一些報道說到 其實思徒華開頭是支持五居公投的 但他為何後來會轉態 根據相關報道的說話就是 因為他很擔心 因為支持五居公投 其實有可能被毓民或者社民理人去奪權 所以後來他縮沙 後來甚至是以他自己本身的影響力 是要求這個民主黨不支持五居公投 這個很典型 如果是真的就能看到思徒華 就是共產黨對思徒華的影響 無論是正面共產黨的策略 或者是反面地受共產黨的策略 這個策略的迫害 令到他對於權力非常敏感 你可以說他為了做到他想做的事而要權力 但是這個非常之壞的例子 因為如果他是要令到我或是毓民 他说的口中的所谓夺权不成功的话 他只有参与就最好 你不会因为那样有机会被人夺权 或者对你的利益 或者你的团体的利益有受选的时候 你就用一种教派的角度去背割他 我觉得其实他当日开简参与 因为其实很简单 但是如果民主党在五区公投那里有参与的话 他亦都通过他的运作和动员 去令到别人明白他们的主张和动员的能力 但是我可惜阿斯陀说 如果全民属实的话 就牵人选择了一招中派主义的做法 中派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和我一个系统的话 我就将会不会帮你 或者可能会打击你 刚刚讲到那个观察 我们都会想起由司徒华领导教协 大家都知道其实无论是司徒华或是张文光 其实基本上每年都成功连任 又或者其实都很长期以一个领导的身份 去管理整个教协 甚至去到现在 就算有新的领导曾出现也好 很大程度上你都会发现到 就是说似乎 整个教协的领导 或者看回以往领导的整个历史都好 很大程度上都会见到 其实就算他们已经退下了教协的位置 但他们仍然对这个工会有一定影响力的话 长毛本身的推论或分析 其实某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依据 因为无论他对权力的那个 就是仍然都希望继续掌控 又或者就是说万一任何的政治运动 在权力的分配过程里面 似乎对他自己或对他自己所属的政团 政党受信的话 又可能希望透过一个全身而退的方法 希望令到整个运动 我觉得施耀华身上看到了几种中国人读书的 就是中国读书人的特质 第一个就是士大夫的精神 就是说他们是希望贡献力量 给一个人政者去改变社会 这个就是他当日去找共产党 亦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底下做了一系列的事 第二个就是他到他中期的时候 他就受了打击之后 他就很pragmatic了 就是所谓现实主义 实力主义 到后期就是家长主义 当然 所以施耀华其实除了他对共产党的暴行 对共产党在奪了权之后 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尾的暴行 就是一句话都不说 当然固然是他中间很大的缺失 亦都是一个政治上非常大的缺陷 就是因为你只要埋没良心 或者你是智力非常低下 你才会对于一个明显的暴政是不出声的 事必见 但是到后来他就走上一个家长主义 就是他由开始那时候去 为了理想加入共产党 而又被共产党清晰之后 他认识到这个实力的重要 他建立了一个他可以掌控的实力之后 他就可以讨价还价 也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到后期家长主义就是 他是希望不单控制现在 亦都控制未来 如果控制未来的话 一定要控制过去 因为如果一个家长 完美的家长 或者一个无瑕的怨人 你有什么办法 不是因为要控制未来 要控制过去 就是你要过去 整个他自己一生的发生的事 要做一个诠释 才可以表现到他高尖远速 或者是非常之 可以贯彻始终 但其实希望做一个圆人的形象 他即是圆人才能做到家长 如果不是圆人就很难做家长 尤其是当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 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因为你的完美 你已经不在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希望今天有很多人 希望变成一个圆人 固然是有各种盘算 因为受圆人的分途 或者是他的影响 显然会有一个所谓的光环 刚才长毛提过 就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 无论你又说到 老台岳飞 文天祥 一些爱国英雄 我很相信其实如果长毛的分析 就是说 司徒华都是秉承着 传统中国 就是士大夫那种心态画 很明显就是说 无论对他过去现在 甚至未来的那个诠释 或者那个形象都好 都希望建立了一个圆人的形象 当然其实当长毛 那么嘔心的血 对司徒华上一个很 很详准或者一个 比较批判性的一个分析之余 我想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说 究竟其实很大程度上 跟司徒华有密切关系的 就是在现在政界 甚至在跟他其实的一些人物 或者一些政团 其实都希望司徒华 是一个圆人 因为只有司徒华是圆人 他可以继续去判断 继续去认证 现在他们的政治信仰 他们政治行为决定 甚至是未来的路向是正确 所以我想这个圆人形象 不单只可能是司徒华 生前希望想建立到 甚至他离世之后 跟他有密切关系 甚至有一些政治上共同理念 或者仍然都是靠 某程度上以司徒华的圆人的光环 继继续进行政治生矮的那班人来说 这个形象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在当场模式 就是扭身挤血的时候 大家都不奇然想到就是说 如果有人 或者其实有人去挑战 或者否定回 司徒华本身的完美人形象 可能我们节目中对司徒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如果某些朋友看过这个节目 都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的话 这些批评或指责 其实我想在跟随日子中仍然都会存在 我相信随着他本书正式出版 当然会有一些讨论 当然你当他评论一个影响比较大 但是历史是什么的时候 每一个人 就是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当你说的历史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说的你自己 或者说的那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 是吧 我相信是会有比较大的争议 可能的 但是总体来讲 就是对司徒华的评价 可以说是 就是民主派里面 以民主党的一系是非常着紧 是 就是因为 基本上这个就是他们 是一个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当司徒华是民主党的历史的部分的话 很肯定 司徒华是民主党的一个神话 就是换个环境就是说 喂 你香港民主运动在六四之后 透过建立政团甚至政党的出现 一定很明显把司徒华放的位置第一非常之高 第二就是把司徒华和教育本身 他们的政治资源作为其中一个 就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也会放在司徒华的影响来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 那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当然他晚期 或者在之后回归之后 其实这个节目有相当部分都说到 司徒华回归之后 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态度 那我们分析当然其实就会觉得 其实是不断的截截拜堆 或者我们叫做 或者我们可能长毛用的术语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民主运动不断的话 就已经叫做赢的那种心态 其实会不会某程度上就是说 其实你不去进取的话 其实在不断退步 当然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 香港有没有机会进取 我觉得要解答这两个问题的话就是 其实是泛民主派的领导 不单止是司徒华 当然司徒华觉得他是这么重要 他是原因 当然他有更加大的责任去答 第一就是在回归之后 董建华执政的时候 在那头一年他废法 那法民主派 其实有策略就是重回立法会 这个未必是错的 但是重回立法之后做了什么呢 我们从1998年回到立法会到2000年 那社会其实当时已经是对这个回归之后很不满意 但是他们的政治口号真是没有的 想竞选特首都不行 因为被董建说 拿了七百多个提名 所以在2002年是没得选的 他最主要是2007、2008年双普选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有个人是阻止2007、2008年双普选的 董建华说你敢不敢赌他 这个在民主派里面真是老实说是交白权 即是说到到去六年之后 2003年的7月1日 即刚刚整整六年 他才在香港人自己叫了赌董之后 都不敢去赌董 这个当然他要解释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知道他有什么解释 他从来都不说这些 突然间好像回归由1998年到2003年之前 好像空了 加了百卷 那个倒行逆思固然 倒行逆思会体现在政制 或者政制的上面 他如果倒行逆思固然会看到 或者他是收紧人权自由的那些东西 但第三个就是民生 其实在那六年就是香港人受苦的那六年 老实说这个倒退是你要回应的 不单只是说我不让你选 不单只是说你上去 如果你示威我逮捕你 不单只是限制你的时候 香港社会整体受到官商勾结的和害 那泛民之派做了什么呢 在这点上他又要交了百卷 刚才有一件事就是说到 如果你说当司徒华先生 或者教协 你很简单看到的 司徒华领导的 我不知道是否他实际是领导 因为借他的名字 最低公司他也是错的 地铁上市也是错的 领匯还是错的 领匯就不关事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做议员了 我不知道他搞什么 他会不会是在和后还可以说 其实他还是文字外领导 他又是中常委的其中一个 整筆各拨款也是他们 还是罗志光建议的 我们不需要大佬 新自由主义的结作 甚至你说其实97年之下的教改 究竟教改本身是 促善了香港教育制度 但是令到整个教育 其实是令到政府更加控制 整个教育体制 令到教师的主体性 越来越边缘化 很明显你会见到 就算我不讲政治 我只是讲教协 讲司徒华 其实我只见到就是 回归以来教师 但这个你说教育的问题 就是看是怎样划线 如果用司徒华的线 他就恨保不失 即是说每一次 即是说每一次 这个特区政府 要向教师大举 这个 这个 科正的时候 他都顶一顶 譬如很简单 这个 这个 语文的问题 基进士 那些 杀孝 熟关 教育都做了适量的动员 有动员过 但问题就是他没有解决问题的重心 那些头痛意 头脚痛意脚 其实都是 但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质疑过整个 政府教育理念 用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方法 要 缺钱 要省钱 要讲效益 甚至我们说到 现在很多教育服务本身 譬如说 我们说到 这个 就是特殊教育 没有了 甚至说到 所谓融合教育 现在变成就是说 很多融合教育 成为了很多学校 不想被杀校 于是硬收些 有问题学生 但结果 有问题学生 老师 学生 其实都没有好处 这个情况 究竟如果你说 教协 或作为教师组织 究竟做些甚麽 很明显 你会见到 整个教协 或司徒说 其实在整个教育 运功法者来说 是落后于形势 所以很大程度上 你说对司徒 这就是教协 组成的问题 因为教育的组成 是中学生的教师 就是中学生 教中学 实际上 那些事情 未必是会广阔到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 如果这个是由 赵尔华和张文江 亲自去主理组织的时候 他在这个工会上 他做了什麽 令到这个工会 除了搞福利和权益之外 对整个社会有贡献 当然是一把尺来量 这把尺走不掉 是不 张文江今 我也不知道有什麽 讲 他长期教育界的代表 是吧 嗯 林超英 就说 那 孙明洋下台 因为孙明洋的下属 走到英王那裡 就没有开过会 即是没有跟校管委员会开会 之后 就出来说 家长同意了 那 林超英就说 这些要下台 如果这个人不用下台 孙明洋下台 那张文江竟然走出来 就说孙明洋不用下台 你会说什麽 你说林超英对 他对 如果他 即是我觉得 有时真的太肉酸 张文江做事 你是不是真的 懂得权贵太久 是不是 不好意思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 你便不要跟他来往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 其实 甚至 张文江本身 甚至可以直接入陆长那些房 关门 讨教横假 跟着谈计数 一人退一步 然后 你看回这个 其实民主党里面 不少人都做过公职 是不是 现在张炳梁都是他以前的党员 是不是 他做行政会 现在又在教育学院做事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其实他们都 多多少少都已经在权力的核心周围 在那里染染染染染染 是吧 曾经传过 被禅中佳做副局长 或者政治助理 是吧 其实 民主党他自己都标榜 他们和政府的分别是有 但不是很大 但他都说 基本上90%以上 不知95%以上 政府的政策 他都是支持的 所以他们不是反对而反对的 就是民间团 只不过在民主立场里面 想着有一个不同的分别在 是 是 其实很多事都很被动 就是社运或者市民 已经走出来了 他没有办法可以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在后面 就当没有事发生 刚刚说到七一 其实 民主党根本基本上都是 在后面 然后才在抽水 就是说 其实我也有上街 其实我这个节目之前都有说到 就是说民主党其中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说 和民间社会 甚至和这些社运组织 本身基本上 就是完全是切割了 所以如果你说 看回民主党希望继续靠在议会里面 或在建制里面继续伸存 很明显 所以这个就是 追击民主党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而是没有做到的 就是说 你纯粹说 他是 在2010年背叛 没错 但是益了他 因为为什么 他不是一时的背叛 他是整个他们的思路 就是说 对香港、中国的看法 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其实就是说 不要搞疼一旋 对于主流的看法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 特别的看法 所以才会搞成这样 如果你和主流的 或者当权的人 是有一个 纲领上的很大差异 老实说 怎样支持他 所以我想 其实从司徒华身上 去看民主党 我觉得其实大家 是一个一个镜子 我同看司徒华 生前 离世之后 对他的评价 对他的一个重新认识 可能对他 无论是民主运动 他的角色 他的形象 他观感的重新建构 很大程度上 都可以见到民主党 或者其实 以民主党为首的一些泛民 如何看他自己 在整个政治位置 在整个民主运动 甚至未来香港政治发展本身 他们的定位 甚至未来 可能在陆太会是怎样 所以你说 如果你说 仲官看完今日的节目 究竟 从司徒华身上 我们得到些什么 我想我也要买本书 而看大部分 我只是看过 游顺超 他一个好朋友 那两篇文 当然这是游顺超 讲的东西 不是特朗华 讲的东西 他有讲过中间的经历 其他所谓的大江东 那本书 很多章节都没有提过 其实现在 这个报章 说写出来的东西 未必全会真 当然是要看完大江东 才可以做一个更加稳妥的评价 当然 我之前有几集讲到 可能是司徒先生 或者是教协 甚至是民主党本身的一些 讨论 当然 其实 看完本书 当然 对于整件事 了解更加仔细 但是 我们之前 或是之前 那么多集的讨论 都是建基于 其实 在司徒华先生 之前做过的事情 或者他的政治决定 无论由五拒公投 或者甚至讲到民主运动 其实阿司徒说有几件大事 譬如 有时候都没计 那些是他回忆的 是的 这个中运 他有少少参与 跟着教师运动 跟着在金熙第二次中运 他一直这样参加 跟着就应该是反对加价 他一直在运动 他都有份参与一下 有 如果他直接有份 就是金熙第二次中运 第一次中运 是弱少少 跟着教师 跟着就是 到八十年代的八九文文 就是这样 他很急速地转变了 一个政党的领袖 他以前最怕搞政治 所以这是非常微妙的变化 中间八十年代的过程 例如说到教科书事件 又或者南京大屠杀 甚至八百直選本身 他中间有很多运档 你要评价 他在民促会 高山大会之后成立的 正式标出来的 民促会里面的主张 其实有些查得翻 譬如他当日怎样做 他提出的方案是什麽 所谓八百直选之后的过渡方案 全部都有得查 不能够生安白做 或者我们在这乱说 我看我买了一本大江东 我都会买的 其实对我研究有点用 下个星期我就不在这做节目 希望王博士找到一个好的嘉宾上来 更加好的嘉宾上来 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向你诚意推荐 iRead iRead是什麽你 iRead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 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刊物和博士等等 发成电子书 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Read